过了35岁的女人 如果你是个不婚主义者 那你可以直接划走了 不要看我这个视频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成家的 想找个男人结婚的女人 要听我劝一句 不要在相亲的时候 跟男生去炫耀这几样东西 否则你真的可能会一辈子嫁不出去的 第一点去跟男生说 你的学历有多高 你的学历再高 那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可是对于男人来讲 他宁愿找一个没散过大学的 20多岁的小女孩 他都不会去选择一个 35岁的博士学历的女人 你说你在这炫耀你的学历有什么用呢 第二点就是你跟男人去 说你的家境有多好 一个男人啊 他的骨子里啊 天生的就是有一种保护欲的 你太强大了 对于他来说带来的只有压力 他宁愿选一个家庭背景一般的 长得漂亮的姑娘 他也不想找一个家庭条件非常好 但是长得丑的女人 一般来讲啊 一个男人很少有愿意找个强大家庭的女生 然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的 第三点就是跟男生啊 说你的收入有多高 你的收入再高 那也只能证明你是个优秀的员工嘛 对吧 你的收入再高 也证明了你内在有多强势 所以啊 男人他宁愿选一个年轻一些的 收入一般的 但是呢 性格比较好的 情绪价值比较高的女生 也不愿意找一个郁姐天天啊 得卑躬屈膝的小心翼翼的伺候着 所以我发现有好多的女人啊 来到相亲市场啊 真的你站错了对的 你炫耀的这几点 男生根本看不上 人家男生来相亲啊 第一看年龄 第二呢 看长相 第三是看女孩子 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 而几乎所有的女生来相亲市场 首先炫耀的就是自己的学历 然后又炫耀自己的收入 然后还会炫耀自己的家庭条件有多好 而你炫耀的这几点 真的啊 是男生不太在意的东西啊 所以女生你来到相亲市场 你不停的炫耀你的这些东西 真的是没有用的 你要再这么炫耀下去啊 你一辈子都嫁得出去 你们说我说对吗 有的人啊 天天都嚷嚷说啊 自己为什么要将就找个人结婚啊 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啊 可能是因为他们年龄大了啊 实在是找不到理想的人了 就找一个托词呢 安慰一下自己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倔呢 说实话 真的要一个人去面对 孤孤单单的百年人生 还真的是需要点勇气的 挺可怕的 别告诉我啊 你有什么闺蜜有哥们 你就想一想啊 那些孤独的时刻 你的那些闺蜜哥们 他们又在哪呢 你能承受得了 积极孤独呢 据说啊 第一集就是一个人去逛街 想买件漂亮的衣服啊 都没人给你点意见 第二集呢 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不管电影多精彩 你也只是一个人在哭 一个人在笑 擅长之后呢 独自回家 连个可以分享和讨论的人都没有 第三集 一个人喝酒 你喝的那是酒吗 你喝的恐怕都是自己的心情 第四集呢 一个人去吃火锅 本来吃火锅是个热闹的事 可是你呢 却吃了个寂寞 最可怜的是第五集 生病的时候啊 自己给自己买药 给自己做饭 身边每一个人照顾你 只能自己扛着呀 第六集呢 是一个人去旅行 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啊 可是你呢 就得拿着那个自拍杆啊 自娱自乐 第七集呢 是一个人搬家 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没有一个帮手啊 真的是冷冷清清的 第八集呢 是每天一觉醒来啊 连一条信息都没有 你不怀疑这个世界 已经把你遗忘了吗 第九集 一个人做完手术啊 你妈妈打来了电话 你还得故作镇定的说 放心吧妈 我挺好的 第十集是最可怕的 你会觉得 这些都是正常的生活啊 据说还有第十一集啊 你亲眼送走了 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 这个世界上 就剩下你一个人了的时候 你孤不孤独啊 还有最可怕的 就是你好多天都没有出门了 是邻居发现了你 所以啊 人的这一生呢 要好好的规划 你还是要有一个同行的伙伴的 他还是可以给你陪伴 可以给你温暖的 现在有多少人啊 在找对象的时候 就像选商品一样啊 不能差一分 不能少一毫 不然就不行 有更多的人啊 把婚姻当做了交易 当做跳板 其实这样的人 你最后一定会被婚姻反噬的 所以呢 你如果真的能承受到 这样的寂寞 这样的孤独 那我觉得你可以孤独中了 没问题 那我也要恭喜你啊 逆袭成功啊 对吗 为什么说啊 但凡来相亲 来找感觉的 基本上都会失败 你信不信 我见过很多啊 见完一面就跟我说 哎呀 老师啊 我对他没有感觉 无论男女 只要你是来找感觉的 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你肯定找不到 除非你自己是一个颜值很高的啊 气质弹度又非常好的 情商还特别高的人 你能在短时间内呢 吸引住对方 那对方呢 也跟你是一样一样的人 那么你们才可能产生了一个感觉 为什么 那其实科学早就证明了这件事情啊 感觉它是人体荷尔蒙在起作用嘛 而这种东西呢 却往往来自于颜值和外在的一些吸引啊 甚至呢是某种环境下啊 刺激了才会产生的 所以如果咱们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长相的人啊 那就别到相亲市场上来找感觉了 我之前有一个38岁的未婚女 学历很高 收入也很高 工作方面非常优秀 他跟男士见面就一定要找那种爱 长相好的阳光的啊 人还特别优秀的 得hold得住他的 但是他最大的短板就是长相平平 个子矮身材胖啊 性格强势 说实在的 就这样的他 跟那个他理想中的男人坐在一块啊 他自己倒是能够产生出感觉来 但是对方呢 能对他产生出这个荷尔蒙吗 我觉得有点难 结果啊 他相了几十个啊 都没成嘛 活生生把自己啊 拖到了40多岁 那些能看上他的呢 他说没感觉 他认为没有感觉 就不可能往下发展关系的 根本就没有接触一下的欲望了 所以啊 但凡是过了30岁的女生啊 还要看眼圆的 还要找感觉的 还要想一见钟情的 还要寻找爱情的 还要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爱情的 你们不觉得自己有一点幼稚吗 你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找到爱情啊 现在30多岁了 你还要找爱情 很多女人她的思想啊 就跟不上趟嘛 相亲市场真的非常现实的 你跑到这里来找感觉 找爱情 真的有点可笑的 因为这里就是谈条件 讲的就是交换 适合是结婚的人选 可能你觉得没有爱情 结什么婚啊 我不反对你这么想 但是我所见过的相亲成功案例当中 90%都是通过相亲认识之后 综合评估对方的人品合适 性格合适 兴趣合适 逐渐呢 在交往当中建立起来了感情 最后呢 走进了婚姻 在这里一见钟情不是没有 但是呢 都没有多长久 很快就黄了 所以咱们的重点啊 应该是 看对方是不是一个人品好的人 是不是有个责任心的啊 是不是善良的 是不是会照顾人 会不会懂生活 热情正能量不 有没有耐力 懂不懂经营感情等等这些 而不是来追求那个演员 追求那个感觉的 现在30好几的人了啊 咱就别再追求那个什么 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了 行不行啊 我不否认啊 婚恋市场上呢 确实有很多的女人 她比男人厉害多了 但是呢 他们来找对象啊 一开口 就是自己是某某头部企业的高管 年收入呢 几十万上百万 一线城市有房有车 言下之意呢 就是自己有多优秀 但是可惜啊 他们啊 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最近就有一个姐妹啊 36岁了 海归的硕士啊 某互联网大厂的高级管理 年薪百万 她来了呢 就往那一做啊 开口第一句话啊 就是我毕业于海外某某高校啊 呃 于是呢 我就问她啊 那你想找个啥样的 她说啊 我最多能接受比我大三岁以内 做事以上学历啊 未婚的 市中心必须有房子 面积得大于自己的房 最好呢 有两套以上 收入方面呢 最好是自己的收入的一倍以上 工作能力一定得比她强的 要让自己有仰慕感 跟随感 否则呢 没有吸引力 如果年纪比自己小 可以接受条件不如自己的 但是呢 得长得帅啊 得有上进心 我也不能等待她太久啊 陪她成长吧 我听完之后 我真的头皮都麻了 于是我就直接跟她说了啊 我说亲啊 我觉得吧 你更适合单身的 干嘛非要委屈自己结婚呢 你看你有车有房 有存款 生活的逍遥自在多好啊 为什么非要结婚 给自己找这个麻烦呢 你自己想一下 你要找的这个男人啊 年薪几百万 就比你大两三岁 事业有成 估计外贸方面 你也不想找太丑的 对吧 比如说身高太矮的 秃顶的 大度男的 这些你肯定看不上吧 那如果人家要是有那个条件呀 他可能根本就不早 咱们这个年纪的 于是他就说啊 那我也足够优秀呀 我不像别的女人 什么都没有 我还要这要那的 最起码我不双标吧 于是我想啊 我要是再不跟他说点实话 他这个梦啊 得做到七十岁 哎 我就说啊 这个婚恋市场啊 女人过了三十五岁以后 就很难会遇到 优质单身未婚男人 选择你了 过了四十岁啊 那根本就不要想了 概率为零 何况那些有钱 有地位的男人 你以为他们喜欢女强人吗 喜欢高级知识分子吗 真的未必啊 越有钱的男人 他越不在乎 女人你能赚多少钱 他们只在乎啊 这个女人年不年轻 漂不漂亮 性格温不温柔 胸大不大 腰细不细 可是他还是听不进去啊 说不是所有的男人 都像你说的那么肤浅的吧 我真的是服了他了啊 我说啊 现实就是这样的 那隔壁村的老王 今年五十五岁了啊 不肤浅一辈子了 哎 是个女人就行 你觉得怎么样 反正啊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婚恋了啊 我还没有见过不肤浅的 有钱男人 再说了啊 喜欢年轻漂亮的 就是肤浅吗 那你也一直在强调 男人的物质条件 就不叫肤浅吗 相对于年轻女人来讲 你没有人家年轻 也没有人家胶原蛋白多了 性格 瞅着啊 还比较强势 有钱人娶你回家干什么用啊 你们觉得我分析的对不对呢 别忘了给我留一个小星星再走啊 有的女生啊 她是真的不相信我说的话啊 现在在北山广这样的大城市里 优秀的男生真的是被轰抢的 你总觉得我说的太夸张了 是不是想故意制造焦虑啊 甚至啊 我想打压你们 那你真的就是大错特做了 当你还沉浸在你的所谓的矜持里 还陶醉在你所谓的慢热中 那个你中意的男生 早就被那些积极主动 有严厉的女生给抢走了 你不信啊 我就给你讲个最近的案例啊 前不久呢 我这里来了一个89年的博士男 自己刚开始创业啊 非常优秀 在我这里呢 相亲相了三个女生 第一个女生啊 听说男生自己刚开始创业 就直接跟男生说了 我是一个自私的人 如果未来对方创业有什么风险的话 她是不愿意共同承担的 就算结了婚 她也不愿意一起承担风险 离婚的话呢 她的东西还是她的 但是她要分男方一半的资产 这个真是啊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咱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女生啊 她觉得男生也不错啊 也很想交往试一试 结果男生第一次约她外出呢 她拒绝了 理由是单位要加班 第二次约她外出呢 她又拒绝了 说约好了闺蜜 第三次男生啊 都到了她的单位楼下了啊 说一起吃个晚饭 这时候呢 她不好意思啊 就下楼来了 但是她仍然跟男生说 自己手头还有点工作弄不完 看看能不能改天约 这之后啊 这个男生再也没有联系过她 那么她呢 就等了一周之后呢 她发现男生没有消息了 于是呢 她就主动给男生发了个消息 结果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删除了 于是呢 我就问她 那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交往啊 她说不是 只不过呢 想考验一下男生对她的兴趣到底有多大 另一方面呢 也不想让男生觉得自己特别的好追 所以呢 就玩了一下欲擒故纵的游戏 她还说啊 女生不应该矜持一点吗 要是男生约自己特别容易的话 她一定会觉得这个女生轻浮的 让她难一点不是更容易珍惜我吗 而且呢 自己确实是个比较慢热的人 需要慢慢来 只可惜这个男生他没有耐心了 但是我又觉得他挺好的 他是我相亲以来觉得各方面条件最满意的一个 您看还有没有可能呢 于是我就告诉他啊 现在啊都什么时候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都已经来相亲了啊 女生你就别玩那一套矜持和羞涩了 你还考验呢 你是以为还在校园里吗 第三个女生啊 跟前两个女生真的完全不一样 她非常主动坦诚 一直跟男生在积极的互动 主动聊天约会 见面的次数也挺多 结果呢 男生说啊 这三个里边性格最好就是这个女生 最起码人家的认知和行为都属于正常人 最后啊他选择了第三个女生啊 所以咱们来看看啊 第一个女生纯属自私还没有眼光 对吗 这么优质的潜力骨啊 白白给扔了 第二个女生完全就是捉 现在还有哪个男生有那个精力 跟你慢慢磨呀 那你是哪位天女下凡呢 所以啊 你还在左顾右盼的时候 好的男生早就已经跟你擦肩而过了 你们说对不对 一个33岁的大龄圣女又给我讲了一段啊 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啊 还真的挺烙心的 她就是说吧 这个女生找对象 你要是啊 在25、6岁之前遇到了一个差不多的 就赶紧的谈恋爱 不要总拖着了 你会以为后面会有更好的 但其实呢 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必然 她说啊 女生挑来挑去 最后都是自己把自己挑剩下的 我那会儿大学刚毕业 家里就给我张罗着介绍了一个小伙 自己做生意的 她家里呢 是家族企业啊 条件很好 她人也挺能干的 就比自己大两岁 家里人都觉得我们俩特合适 最关键的是呢 这个家伙他还非常的喜欢我 特别想娶我 他说你要是跟我结婚啊 一百多平的房子 我全部都写你的名字 财礼呢 更不用说了 就以我们当地最高财礼为标准 然后给你提辆五十万的车 你愿意上班就上班 你要是不愿意上班呢 那你就跟我一起做生意 有了孩子呢 你愿意看你就看 你不愿意看呢 就让我妈看 我妈心又细又贤惠 她喜欢带孙子 再说了 她也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 能给咱养孩子看孩子 她看着孙子一高兴 那你不就想干嘛就干嘛了吗 只要啊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就行啊 可是当时呢 我就不知道哪根筋出了问题啊 说实话 可能呢 真的是因为当时太年轻了 经历的事情又太少 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大学的时候 我谈过两个男朋友 都是那种条件很好 也很优秀 还对我特别好的那种 所以呢 我以为这个社会上的男生啊 都会是这个样子的 都是那种 对我又好又真诚 然后呢 条件也非常好的 我真的不知道 进入社会以后 会遇到那么多奇葩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没那么喜欢他 我就拒绝了人家 我一直就没有放下 想要追求爱情的这个执念 而且呢 我当时觉得自己啊 太年轻了 应该享受几年 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 再考虑结婚 世界这么大 我要出去走走 到后来啊 大概过了两年 有一次我就回老家 他又联系我了 还给我发了个女孩照片 问我这姑娘怎么样 让我帮他参谋一下 我仍然非常淡然的说 这女孩挺好的呀 你俩挺般配的 结果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对我还是非常执着呀 他跟我说 我知道你还单着呢 如果你现在愿意的话 我还是愿意娶你的 这一次啊 我又拒绝了他 后来他结婚了 我呢还在相亲 遇到的男人 还真的没有比他条件好的 就算条件能够达到 但也没有他那股子 真诚的劲了 有条件特别好的 似乎人家对我呢 也不能不热不闻不火的 后来我就过了30岁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30岁真的是女人 择偶的一个大坎啊 介绍的对象 综合条件已经断牙式的下滑 要么就个子矮 要么就收入低 要么就长得丑 要么就是离异的 总之再也没有遇到过 那个时候 他那种条件 还对我那么来电的男人了 相亲中遇到过很多大林圣男 奇葩的非常多 总之相亲这条路一路走来 真的是一言难尽的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能够回到那个时候 我一定听我妈的话 并且我真的想给那个时候的我 两个大嘴巴子 我当时要是有现在的心智 那我现在儿子都能打酱油了 真的想劝大家一句 就是一定要珍惜年轻时候遇到的对象 差不多啊 就不要再挑了 就尽快的结婚 因为你越往后挑 你越会发现 你可能既遇不到 你想要的真诚和爱情 你也遇不到 你想将就找个条件好一点的人 并且你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遇到越来越奇怪的人 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说现在在北京 生女的数量这么庞大 北京的生女啊 现在已经突破了80万了 笨百万去了 其实啊 现在的生女问题 在北上广深一线大城市呢 都算通病了 你现在去任何一个写字楼里看看 你都会发现 女生的数量基本上比男生多好几倍 因为那些在北京买不起房的男生 在北京待几年之后啊 他觉得没啥起色嘛 然后呢 他就会回老家去发展了 家庭条件好的男生呢 最后也基本要回家继承家业的 他们就走了 而那些女生嘛 他们不存在买房这个压力 甚至女生可以通过婚姻 留在一线城市生活 所以呢 一波波的男生走啊 一波波的女生来 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比例适横的状态 其实呢 90%的外地人呢 都想找个北京本地人 而北京本地人呢 只想找北京本地人 并且呢 大部分的优秀男生 早就在20出头的时候 被那些年轻的女生抢光了 在校园里啊 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 第三呢 女生又很木强 留在北京的女生 都想找个条件好点的 再不计也要找个有上进心的 说白了 就是要有经济基础 或者能创造出好的经济基础的男人 很多女生的征婚标准都是要求啊 有点过高了啊 希望男生有车有房 还要长得帅啊 有演员 情商还得高 还只能接受未婚党 如果一个男生有车有房 然后学历又高 并且还懂得 如何去和女生相处 在北京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 90%都是二分的 或者是巨挑无比的大龄优质胜男 所以呢 就出现了圣女远远大于圣男 这一个现象啊 一点也不奇怪 甚至很多的女生啊 思想还停留在 等着男生来追自己的认知里 这个阶段 但是真正优质的男生 全靠自己去争取 自己去抢 很多优质的男生 25、6岁就名花有主了 都轮不到来相亲 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 我真的挺佩服那些聪明的女人 趁着年轻啊 在自己最有婚恋价值的那几年 找到一个潜力股结婚了 要么呢 就干脆一门心思 专心去搞事业啊 不问婚姻 即便是年龄大了 就算不结婚 人家也能潇洒一生 只有那些啊 不太聪明的女人 才会在自己最美好的年纪里面 不停的眼高于顶 等到了30多岁了 还在那儿问 哎呀 我比大多数男人都赚得多 凭什么优秀的男人 不选择我呢 真的是很愚蠢的问题啊 你就换位思考一下 你多想一想 人家优秀的男人 图你啥 再过几年 你可能发动机都漏油了 停水停电了 是不是 开个玩笑啊 就是还有什么用吗 还有啊 有的女人呢 三四十岁了啊 总拿着自己保养的很好来说事 说自己看上去才256岁 可是人家男人说了 有现成的256岁的我可以选 我为啥要选一个看上去256岁的呀 男人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傻 对不对 你保养的再好 到这个时候啊 他没啥用的 在婚恋市场里 女人你只要过了35岁以后啊 很难会有让男人看一眼 就神魂颠倒的属性了 那要是过了40岁呢 就更不可能了 何况那些有钱 有地位的男人 你以为他们会喜欢女强人吗 会喜欢高级知识分子吗 不一定的 你真的是啊 错了啊 越是有钱的男人 他越不在乎女人赚多少钱 他们在乎的就是 这个女人他年不年轻啊 漂不漂亮 性格好不好啊 胸大不大啊 腰细不细啊 对吧 他们就是在乎这些东西 别跟我说男人 并不是都这么肤浅啊 反正啊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婚恋了 我就没有见过啊 那些不肤浅的有钱男人 这些优秀的男人身边啊 有大把的年轻貌美的女人 你能竞争得过他们吗 你没有他们年轻 也没有他们的胶原蛋白多 对吗 性格你瞅着 还比人家强势呢 那娶你回家 你赚的钱 你可能给家里花吗 你不也说了吗 男人不能花女人的钱啊 那你挣了那么多的钱 在优秀的男人眼里 那意义又是什么 35岁以上 收入比较高的女性 其实啊 你还真的不太适合结婚了 你要找一个工作稳定 人品好的男人啊 不要求他的年收入 不要求他的房和车 这些物质条件的话 你肯定是不甘心的 要么 你就找一个比你大很多 离异的 有孩子的 条件不错的 或许你还有一点优势的 但是你可能还是不甘心啊 那些跟你年龄相仿 又优秀的男人呢 人家的眼睛都盯着 30岁以下的女生 你都进入不了他的视线 所以你来相亲市场啊 你要求对方有房有车 收入还得比你高 长得还得有眼缘 哎呀 其实啊 女人目强 那是可以理解的 你就算是想嫁给那些福布斯 榜上的那些男人啊 我都能理解 那是因为女人可以做梦啊 你可以想呀 谁不想呢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有多少人在跟你竞争啊 你的竞争对手是什么样的 有些女人很有意思啊 真的 总是拿自己的社会属性 去交换男人的婚姻属性 那婚姻它不是这样交换的 明白吗